近日,国产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成为暑气档的黑马 影片讲述了唐朝节度史、高氏与李白的一系列往事 其中,静夜思、侠客行等传世名作在影片中接力展现 《长安三万里》在票房和口碑获得双赢的同时 所引发的唐氏热也带火了西安旅游市场 在西安旅游地标、西安大唐不叶城街区上 事先李白的扮演者高欣一亮相,便引起众多游客关注 高欣称,长安三万里动画电影的热播 激起了游客对诗词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热爱 游客从此前见到他互动就害羞 到如今主动与他对诗 这种转变让高欣感到欣慰 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还 均不见 高唐明镜 碑白发 高如青丝 木如雪 木成雪 人生得意 须敬欢 末世金尊 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见 韩复来 特别棒 床前明月光一世地上 举头望明月低头丝骨香 太棒了 有一句话就说得比较好 就是 深藏在国人心中的这个诗词DNA 再度觉醒了 同时呢 这个电影也是让各位游客们 更加的对这个李白 对高士 对很多很多诗人 对我们圣唐时期的这个诗词文化 又多了一层新的这个了解和认知 对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以及诗词文化的传播 也是出了不少的一份力量 在盛夏 穿着厚重的古装表演 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为了保障演员的身体健康 西安大唐不夜城管理部门 会为演员提供 冰镇饮料 水果进行消暑 除了高新扮演的李白 在西安大唐不夜城街区上 演员们都在用自己 充满热情的表演 让游客获得沉浸式的体验 我们是从福建厦门过来的 然后今天刚到西安 然后如大家所见 穿上了汉服 我觉得这种文化底蕴 就是在西安这个城市 体现的非常淋漓尽致 我们可以看到街上 真的有非常多人都穿的是 就是唐装也好 宋朝的衣服也好 都是非常 能看得出来这个城市 对传统文化的接纳程度是非常高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 龚飞飞告诉记者 今年六月以来 西安旅游市场迎来旺季 而长安三万里的热播 让更多游客了解到了 西安和唐诗的魅力 无论是电影作品 还是线下表演 都在将中国历史文化知识 新颖有趣地呈现给观众 让这些宝贵的传统文化 能够更好地传播出去 去影响更多的人 时步一点看 还有我们有趣的 我们会不会问一下